那我给大家看了啊 那个车商是收的三辆车 其中呢还有最后一辆 我还没给大家介绍啊 它呢就是一个 一二年是上牌的 丰田的普达多 这车呢还是一个国产一个版本啊 又是中东版本了 它的后面是不挂是备胎的 它这么一款车 我们也来看一看 它现在购买的时候 还能值多少钱 又或者说呢 热度呢已经相对来说 已经逐渐过去了啊 这么一个巴道 这么一个车型 它现在一卖 车商的军运挣钱 还是赔钱呢 下面组织 我们一去啊 我朋友这里来看一看 两个月之前 它收的一二年是上牌的 丰田的国产普达多吧 各位老铁们 你看到了吗 眼前这辆呢 就原始组一二年是购买的 丰田的国产普达多 这车呢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了 一二年时的外观 不是这个样子 一次年之后呢 怎么变成这么一个模样 也是的确如此啊 只不过呢 这一代车型 外观前脸大致是一个样子 除了大灯部分呢 有些些许不同之外呢 棋局的呢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只需要去啊 在改装店 或者说去汽油厂里面 经营一番整备啊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也就是为何 很多朋友们呢 都会找一零年之后的啊 那一代的巴刀 一个最主要一个原因了 配置呢 是属于二年一零款 四二零排两个重大 丰田普达多 但是当年的新车制造价呢 却和现在三点五排的呢 是几乎差不多的 是五十三万八 这么一个指导价 它这张车全部落地呢 大概在五十八万到五十九万 这么一个位置 对此呢 我也不得不说啊 现款的普达多巴刀呢 很多都让车商给丑啊 使得它一价格呢 飞涨 第二呢 就它整体材质做工呢 都不如上一代那么好 我呢 也相信 有很多呢 像粉丝们呢 都会说 哎 花一个五六十万 这么一个价格 为什么会去买一个丰田车呢 买丰田车 会不会感觉掉价呢 这么一个价格呢 买一个 BENCH DE的高配 难道不消吗 鸡肉个人呢 还是认为啊 中间普达多 BENCH DE的认为呢 还是很广的 不管是我们去农村 还是去城乡结合部 都是有很多的那些 忠实的粉丝 再加上我们老百姓买车 最需要的是 我们会选择第一 车辆可靠 第二呢 就是这辆车 第一个大 这辆车呢 还完全满 车长呢 自立四米八 车宽呢 也是一米八八 它这个尺寸 坐在头下部道中 都属于是一个较矿 小大的一个车身 内饰方面呢 我们也能看到的话 整台车各种的 做工具要的 它们在这很不错 双色的一个大便衣 也符合啊 我们服务人 对车的一个正常的审美 衣料台呢 是这种放置式的 整个中控的按键呢 帽子的质感 非常不错 全车的螺丝的尖锋处 外进行磁吸检查 没有任何的问题 后外空间呢 我们看上去 也真的是挺大啊 虽然说 它是一个七座车 但整体的啊 空间程度呢 也是表现的 非常的好的 最后呢 根据这辆车 它在二部车市场上 一个整体价格 大家感觉 它现在已经八年车停了 卖二手还能指多少钱呢 总体来说的这辆车呢 整体的一个车况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工具处呢 总共是八年时间 跑得不到13万公里 换来下来的话 一年载个 一万四千公里左右 工具处呢 也不算多 就与这么一个车为例子 目前呢 是八年一个车领 4.0排量的车 现在卖二手的价格呢 还能载个 33万左右 肯定位置上 它感觉如何呢 花一个33万 买掉一二年时上牌的 风险的卡拉多 值不值呢 下期还有个什么事